七音符 或者登櫃 日登櫃 史 童書上面會有 上面會有寫什麼日史登櫃那些 有那些可以寫的 賢齒一般就是桃花 假期最怕逢到賢齒的日或時 表示以後會犯桃花 正印長生可以治 但是機性 遇到桃花也不會有事 所以這邊灌 正式會犯 檳榔煞 所謂檳榔煞就結婚的時候 要定婚的時候 定婚的時候 定婚的十二禮之中不能有檳榔 這檳榔煞日 這個飛翼到 你就不要傳檳榔就好了 那如果真的要傳檳榔 我給他破解嗎 後面會講破解方法 後面再婚課的時候會講 古月煞 所謂的古月煞 就是在祈福抽策的時候 不能打架不能敲落打架 有了有檳榔 你如果遇到古月煞要敲落打架 你還是要治 其實這檳榔煞 沒有要治 要什麼治法 你老師的所謂治法是什麼 一般的治法的話就是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麒麟府 三皇府可以治 那是 倒在那個廟的龍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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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皇來聽到就好 但是我問你 倒在那裡有什麼牛爐 龍爐是外面還是說 裡面有一個龍邊 所謂的龍爐一定跟宅座像一樣 沒有 倒在那裡 倒在外面 他會倒在新娘的那個 新娘爐 新娘爐 所以說新娘就是正廳的龍邊 是 要聽嗎 七零爐就是什麼 三皇府 三皇府 三皇 天皇 地皇 人皇 麥額術 一般是安床在用的 這個怎麼可以 這個可以散 我們後面會講 意思是說 你如果安床是遇到麥額術 好 這樣比較不會生 比較不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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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問 土皇用事及土福運 意思就是修造動土 盡量不要封到土皇 土皇用事或土福 所以如果懂等到 拔到比較不容易去土 就其中土皇用事 真是值或土福運 那要去買 就開一張破土福 或動土福 化修 燒在你比較動土破土的地方 化土福 擋土福 劍心虎石谷虎的日子 這種日子如果正好要安葬 紅刻薩 黑刻薩要安葬的話 意思就是什麼 安葬的時候那個坑 用那個氣墊墊給它軟坑 就把氣墊墊給它軟坑 這樣 讓那個氣墊比較燙 所以這母火製 這樣聽嗎 土福土運 就是力背動土破土盡量不用 但是我常說 那種你就是要用破土的 你根本動土就可以破解 還有定門那台 它是有一些熟記的 我們在昏刻會講 它這裡有很多熟記的 那昏刻再來講 那剛剛講的一到十四 這是黑刻才會噴到 紅刻是噴不到 所以你拿紅刻就不用管 這一到十四 這樣聽嗎 所以一般我們是用不到 所以我剛剛只是解釋一下而已 你們在黑一刻 你們在紅刻不會噴到一到十四 這十四條 所以你一邊灌名 但是我在教的時候 會稍微解釋一下 讓你們知道 這是擇日的用語 比如說我們隨便翻一個 好 272頁 4月12 星期四 有沒有 好 限於第三項 沒有那個規紀那個 那個屬於神煞 剛剛有講劍心儒 是不是神煞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講 限於祭祀 結婚 因 結婚因 會親有 禁人口目一求一致病 那這些的解釋就是 剛剛那幾頁的解釋 就有了 還有 求是解除 醞釀開倉庫 出貨財 有沒有 剛剛是不是都有 還有 開光 受惟欺負仇臣 哉教 替頭勿 定門 納財 那這些的解釋就是 剛剛那幾頁 就剛剛那幾頁 那什麼叫限於 什麼叫邪祭 什麼叫通宜 好 限於就是說 限書 在日課裡面 在我們的折日有一本書叫限書 限書上面說這些是可以的 這樣子 那邪祭 叫做邪祭變法 也是一本書來寫的 就是說以邪祭變法這幾個是可以的 這樣聽懂嗎 但是因為我們折日一般都是以通宜為主 這樣聽懂吧 所以我們要記得都是以通宜為主 你就看通宜 所以通宜可用的就是可以的 這樣聽懂吧 他通宜開光 那一天可以開光 那一天可以碩會 那一天可以祈福 祈福仇神 但是庚子日 旁邊也寫薩南 有沒有 所以那一天雖然可以祈福仇神 對不對 但是庚子日 那一天就不可以 這樣聽懂吧 所以他說那一天可以開光 你也要看那一天 煞南 所以座南的廟不可以 還有庚子日 對不對 俗馬的也不可以 這樣聽懂吧 所以那一天是可以這些 但是要注意坐相跟參加的人 從上 這樣聽懂吧 好 這個就是一般折日 老師請問一下 他那個像公家機構 有時候不小心還是會看到 他假設捷運要開通 他寫個破圖就會被人家笑 那寫動圖 一定要寫動圖 捷運要寫動圖 寫動圖沒有寫破圖的 從來沒有寫破圖的 從來沒有寫破圖的 有啦 不會啊 如果是說蓋大樓 那是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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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是動圖 他寫破圖就完蛋了 他肚子被笑而已 那還忌諱 因為你一直才是動圖的 好 那這個例子 還有沒有人 要用例子再來演練一下 這個一般折日很簡單的 應該是比較簡單 會不會 有沒有人不會的 一般折日 來一般折日 我再講 他重點就是怎樣 你要先咬給他是要折什麼 是開師的 掛給的招牌的 還是納 那個納取的 或者是安床入宅 還是要安鄉的 先了解他是要做什麼的 好 先了解他是要做什麼的 如果是跟住宅有關的 你就要拿對方的坐像 比如說要入宅、安鄉、掛點、開室、開業 都跟夜常床的坐像有關的 你就要拿到對方的坐像 那他如果是坐東的基點就沒有 這樣聽懂吧 好 那你要拿坐像 至於 參加的人 就是不管要籌神、觀光、旅遊、交車、霧宅、安鄉、掛點等等等等 參加的人要問出來 這兩個要問出來 一個就是坐像 一個就是參加的人 列出來 接下來他要做什麼 就找紅客 就找紅客 對不對 然後列出來之後 參加列出來 衝的 煞的回頭共煞的 全部把它列出來之後 我們再列一個十二地支 有衝煞回頭的 三三三三三 三到剩下可用的 可用的幾個 然後因為他說是要交車 你就選交車的那一頁紅客 沒有沖煞到的 紅客裡面沒有沖煞到的日跟時 就可以了 還有看他們 十分鐘裡面 一般折日怎麼樣 所以一般折日沒有很困難 以前我在教一般折日 六個小時就教我 正好今天也是六個小時 現在第七個小時 因為一般折日很簡單 很簡單 因為紅客可以叫什麼 紅客可以美嗎 紅客可以美嗎 所以我們就直接 參加的人 參加的人的生效寫出來 衝煞回頭共煞 列出來之後 把十二地支寫好 不行的全部刪掉 找可以用的 因為衝到的無解 煞到的無解 回頭共煞的無解 所以一定要去掉 至於行穿害破的那個沒關係 那種無解 我們選擇日課裡面一定會有 至少會有個小三額 天干有五額的或六額的或三額的 或者選擇日誌正好 天德貴德或天與貴人的 一定都會有的 所以一定會把那些行穿破的化解掉 那可以化解的 這樣聽懂 所以可以化解的 我們就不列出來 我們是列出不能化解的一定要刪掉 因為大胸無解 這樣聽懂吧 那刪掉的剩下的 可以的 我們再從鴻客來選 十分鐘搞定 剛才你說交車的是要看哪個 他有交車的啊 來看一下 交車的 有啊 有啊 兩百二二七 二二七 二二七有沒有 你不管買新車或中古車都是可以用這個 不是啊 不一定要看日誌的 有些人會看日誌啦 不一定要看 有些人會計位 我就看個日誌 以後求開車平安 有人一交車馬上去大廟 去請坐 會不會 新車也這樣 一般是中古車啦 你中古車之前那一種有沒有 撞到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 所以一交車馬上開到大廟 叫人錢錢錢錢錢錢而已 你怕進錢 進錢人欺負 新車大概比較不會啦 這樣子 啊 所以就交車 就這裡交車 那黑德跟同德是怎樣 購買 黑德跟同德 黑德是購買 購買 購買新車 即交車是黑赤 紅赤就是買車而已 這樣聽懂啦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 紅赤只有買車日 黑赤是交車日也算在那裡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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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下面下面下面有寫的 對 對 日時印黑赤 對 所以 人人沒有聽說 阿老師我購買新交車 我交車到一間月才開 那個就沒有坐下了對不對 只要他的 他的看有幾個人 比如說他家裡有兩個人會開 這部車一定是兩個人開 兩個人的生效 來 來 來 選 紅赤這樣出來了 很簡單 五分鐘 出來 是不是 所以一般日課很簡單 這樣子收費怎麼收 一般來講就是 你看 有些老師是六百起跳 六百八百 一千一千二 一般折日大概都是六百到一千六之間 看老師 電視上的老師我們講 比如什麼 卸什麼錦 江什麼 那個我不曉得 因為他是名師 他的數 可能會比較高 但是一般我們的世俗的老師 就六百到一千六之間 看他的收費 合理價大概六百到一千六百 但是婚課不一樣 婚課至少是三千六起跳到一萬二 一萬六都有 因為婚課比較複雜 戰課基本上都是八千起跳 因為他責任重大 婚課跟障課尤其障課很重大 所以障課一般 一般障課八千起跳是很正常的 有些障課收到兩萬三萬的東西 你跟他說兩萬三萬很正常的 人家要一個人過往而已 那個兵衣館做都幾十萬元 塔位不算喔 只做喔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整個是宅幾 一兩千塊 一兩萬塊算什麼 所以很多的那個商障的齁 那些做商的那些禮儀社 或者現在很大的集團那一種的 他們現在不會換日子來 都已經包住了 禮儀做得很漂亮 障儀一塌的 所以他們拿到的禮儀拿來告訴我 蛤?這個最大的小孩 這個要拼到的呢 這個窮先民 窮流亡者 很多 那他們怎麼不知道啊 因為他們 他們挑方便的日子 還有那個 那個秘儀館那個日子 那為什麼會這樣挑 因為他們的生意很好 對啊 所謂的很大間的集團 我不要說什麼你就知道了 對 而且他們的塔位很貴 你知道 現在的台灣裡面那些什麼 龍什麼的 人什麼的 聖什麼的那裡家 他們的塔位平均一個都四五十萬嘛 對不對 四五十萬 還貴了 你知道嗎 你買他們的塔位 你要進塔 便不要找他們做 你找別人做還不見得讓你做 因為塔位是先給他們買的 而且他們做商商的很貴 但是他們責任他們 藏課都很差 一般來講 我們的商藏分爭兩種 一種叫藏儀 一種叫禮儀 所謂禮就是排場很漂亮 這樣聽不懂 藏儀就是選日子選地點選修造那些 禁忌跟能用的那個藏儀 那現在很多的集團他就選的都是禮 他不注重藏儀 喔 你看 幸福啦 告別式市場兩排藏的很長 有沒有 都是禮儀 站的很長 都是那集團 喔 幫一個弄一個 弄一個人過往的時候幫他弄得佛物工 一下子收下了一堆錢 然後他們禮償一大堆 有沒有 他們佔委會 你知道前一陣子不是有一個 推到整個光幕掉下滑有沒有 電視做得很大啊 兩三個月前 電視很轟動啊 你知道那一家是哪一家很大的集團的 結果那個禮償幫人家推光幕的時候 推不好整個光幕掉下來大體掉出來 電視有做得 結果那個禮償當場下跪的家屬不原諒 搞到那個集團連董事長都出來道歉 那很兇 大是兇 非常兇 他們對那種禮儀藏儀的那種都不太會 你在推那個官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美感 這要教的啦 那國後以前 他光幕掉了 光幕巨然裂開大體掉出來 那要怎麼辦 怎麼辦法無解 無解 沒有辦法重新檢製 重新怒戀 不好 再大強的法師都沒有 所以這只能包比未來不知道幾年內都沒出事 不然那一家那麼大的集團賠不起 全部的財產賠下去賠一個家 你整個家都賠不起 所以你知道整個集團該道歉的都道歉 然後那個禮儀推森推森推森 把棺木掉下來 破掉大體漏出來 那禮儀當著下櫃呢 家屬沒有原諒啊 電視都現做出來 每一台都有做 而且做了好幾天 你們都沒在看 那會殺到那個女生啊 女生殺到 都被殺到 是他犯錯啊 那殺到家屬你怎麼辦呢 你背面都不夠 那你背面都不夠 他如果最近沒有發生事情就沒關係 不是最近 這要不知道多少人都要算 那十年一年他就有家人找到 所以說 我告訴你 如果家屬要站下 三年後發出 所以家屬要站下 如果法官自由新政 法官也可以判說 那個集團要賠多少 這罐來講有夠沒有 沒有啦 我是說沒有 但是法官才可以自由新政嘛 對不對 所以這種的 我說啦 商葬的事可大可小 看你怎麼去對待而已 我告訴你 在外國啊 在外國比較不信 啊就老了就老了 又撞起來 又撞起來不好 對嘛 可大可小嘛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一些